实话的一个躯壳 对不对 好 回答一下Amy的问题 然后我们开始讲这个 我的太阳 老师 有时钢琴伴奏的歌曲 相对又好唱一些 我现在唱很多歌曲 没有主旋律 里面还有不少的和弦 就感觉不容易找到 会跑掉 好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哦 好的 谢谢宋益 你说的这个呀 Amy 不仅仅是出在你身上 就是我们这次排这个 云南的这部小河糖水 我们排这个新的民族歌剧 我们一开始也是 我们合伴奏的时候 就是钢琴老师 先跟我们排了一遍嘛 大家觉得 哎呦 还挺好劲的 后来呢 我们就开始用那个乐队 和乐队在一起合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多音你都没有 甚至乐队是干扰你的 他可能你唱的是都 他给底下拉的 发 就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呀 真的是 不好训练 不仅对于你 你看现在职业的歌剧演员 都容易在乐队当中找不到 但是 你如果 想去 学的话 你还真是得 练一练和声的感觉 和声 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 他是和声 你看啊 比如说我给你弹一个 DU MI SO DO 你听一下啊 DU MI SO DO啊 这个就是一个 C调的 组和弦 听到了吗 一弹这个 我的声音就是 你看就在这个和声里面 DU MI SO DO 他在SO里面 如果我单独弹扫呢 好 我弹和声 你们有你的一个音 听到没有 他只是加上了 DU MI SO DO 整个和声 他一起摁 四个 一块摁的时候 你看当我这个七和弦出现的时候 你要善于在这里面找到你那个音 这是一个C大调的 OK 现在我们来弹一个F调的 F调 弹个D 弹个D调的 听到没有 就是你对和声要有感觉 你能在这个里面找到你那个音 你听啊 现在我给你弹完之后 你来找靶 你现在找 大家在那个手机面前去找这个音 踩一个踏板 看没有 找到了吗 这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 就是你能在这个和声当中 找到这个感觉 那这个一旦没有的话 就是你得多听 多听 然后每次放慢听 放慢之后 你在这个里面先放一遍 放一个伴奏 放一下前面两声 然后慢慢在这里面找你的那些音 看见没有 你的音万别不离其中 这个就叫和弦内音 找到了吧 就是练耳 这个叫练耳 练习的练耳朵的耳 就是你得练耳朵 就是咱们这个耳朵的分辨力 稍微差了一点 就是你得练它嘛 就叫练耳 试唱 练耳 就是练你听它 这就很高了 再高一点啊 对不对 get到了啊 对OK 你看你一旦找到这个音 是和谐的 是和谐的 你跟这个和声 你们俩是和谐的 听 如果不和谐是什么样啊 你看这就叫跑调 无音不全 来 我们听一下我们这个伴奏啊 你看你能不能找到啊 嗯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叫当当当 给那旅 当当当当 是吧 多听啊 在这个和声当中找你的音 热音 真 不和谐 不和谐